4 3 这场比赛呢 既是马来西亚自从1992年夺得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冠军之后 时隔22年再一次有争夺冠军的机会 另外也是日本队第一次进入这个赛事的决赛 进入冠军中国 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自从1958年之后 在汤姆的决赛当中 中国队和印尼队一直是主角 但是在时隔56年之后 终于在汤姆的决赛当中 既看不到中国队也看不到印尼队 这应该也是羽毛球经过这么多年的世界语言的推广 虽然他们的推广不是很有力 但是多少也起到了一点成效 使得男子团体这个项目不再是仅仅被中国队和印尼队所把持着决赛的舞台 那球双方在抽档当中 天儿嫌疑突然弹了一个后底线 第一局大比分失利 但是李宗伟的得分主要是通过他在进攻 所以第一局李宗伟速度打得很快 体能消耗也比较大 第二局田儿嫌疑是绝地反击 期待通过李宗伟体能有所下降的第二局能够扭转局势 两个人过去的交手 田儿嫌疑处于绝对下风 他们一共打了16次 李宗伟赢了15次 田儿嫌疑只赢了一次 上方的第二局比赛比第一局 打得要紧张激烈一点 因为田儿嫌疑也是背水一战 马来西亚自从1992年世界男子团体锦标赛之后 就再也没有夺得过任何一项世界锦标赛或者奥运会的羽毛球的锦标 在这当中 无论是他们的男单还是男双 都曾经向单向的世界赛冠军发起过突击 但是都没有成功 李宗伟也两次进入了奥运会的决赛 但是两次都吃了男单 所以马来西亚羽毛球无缘世界冠军也已经长达22年了 日本队的两位教练是朴仲峰和喘天归太 日本队的两位教练是朴仲峰和喘天归太 他的经验 速度 技术可能都要占有一定的上风 所以田儿贤一得想办法要限制李宗伟的进攻 他要想抢攻抢在李宗伟的前面并不容易 李宗伟无论是往前的控网还是抓后场突击 这些方面都要比田儿贤一胜出一筹 田儿贤一最主要的是在推调对方的两个底线的时候 尽量限制对方的进攻 让李宗伟不攻的那么舒服 在第二局上来田儿贤一眼睛是两次控制李宗伟的头顶 然后抓对方软压掉往前的这一拍 因为李宗伟不太喜欢把球回到田儿贤一的底线 因为田儿贤一的进攻也是很突出的 他愿意在场上更喜欢在场上选择保持下压 田儿贤一两次抓了往前的推幅机会 田儿贤一现在在控网的这方面还是无法在李宗伟面前占得便宜 所以他要想战胜李宗伟就是要通过对李宗伟两个底线的控制 让李宗伟不攻的那么舒服 即使让李宗伟有攻的机会也要消耗李宗伟的体能 这样才会在后半局和后半场比赛里面有机会 双方打成9比9 这个田儿贤一 在第一局田儿贤一就是打得过于消极和保守 自己的特点一点都没有发挥 但是第二局比第一局要打得好多了 这个球也抓了一个对方接发球 挑后场的正手 突然突击 李宗伟铺球界外 11比9 这一段的比线明显可以看到 因为李宗伟第一局21比12大比分获胜 他的速度打得很快 所以这一段他出现了体能上的极点 在李宗伟的职业生涯当中 他有几位教练对他是很重要的 一个是现在他的教练西德克的大哥 大西德克 对他在身体训练方面给予了很多的指导 使他现在依然保持着极好的竞技状态 再一个是中国籍的教练李毛 在对技术和战术上 对李宗伟的帮助也很大 那么现在他的主管教练是郑瑞穆 就是两个马来西亚教练看上去胖一点 看上去更憨厚一点的这一位 郑瑞穆现在在08年之后 他其实对李宗伟起到的作用主要是陪伴 因为李宗伟这种水平的球员 他实际上技战术上 已经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太多东西了 主要是心理上的别的 郑瑞穆这球打得非常积极 有点反拍拦掉的这一下 很突然 现在每球得分手的比赛 在第一局李宗伟赢对手9分 他的速度很快 当然没有进入直播 可能很多观众都没有看到 那一局里田儿贤一确实打得很消极 但是李宗伟的体能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在上一局比赛里面 李宗伟的得分主要依靠自己的下压进攻 田儿贤一并没有失误送下多少分 所以到第二局 当田儿贤一把速度加上来的时候 李宗伟现在体能上 没有第一局那么大的优势 在反击 在反击 看场球 李宗伟再奋力地跳起来 头顶出击 这一下太勉强了 看来是两个人很可能要打到第三局 因为李宗伟现在这几点还没有过去 当然分差只有四分 后半局还有一定机会 不过田儿贤一一定会在后半局里到竭尽全力 其实两个人从步伐上来看 李宗伟明显比田儿贤一还是要好很多 他的步伐比田儿贤一要千里十多 在同样打两局的情况下 两个人如果是个赢一局 他的体能消耗总体会比田儿贤一少 因为他的步伐比田儿贤一更轻更合理 因为他的步伐比田儿贤一更轻更合理 画面上有从左到右 画面上从左到右的侧风的影响 在这条边线上很容易把球给吹回来 李宗伟这个球也失误了 没有想到风的影响 李宗伟在控网上还是优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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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伟 李宗伟在控网上还是优势名 李宗伟在iances 前两个人都是抢脱抢放的情况下 他的球的质量总是比田儿贤一更好 所以他总是先下压 这个田儿贤一的一个是往前的技术 比李宗伟还是要差一些 他的优势就是他年轻 所以在整个体能储备上 这总的量 他的油箱里的油会比李宗伟多一些 因为他年轻 但是无论是往前技术 还是控制对方两底线 手上控球的紧确性 都比李宗伟还是要差一点 李宗伟把比分追到了13比15 田儿贤一 也是场地上有汗水 请求裁判来 请工作人员来擦一下 对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体能上的调整和节奏 对李宗伟上分节奏的破坏 李宗伟连得了三分 这也是田儿贤一的比赛经验 点杀放网 先跳起来 这个时候田儿贤一攻的 时机也不是特别好 有意给袁王 但是田儿贤一这球还是比较敢打 中落点杀 李宗伟现在连得四分 将比分从10比15落后追到了14比15 还差一分 中落点杀 半方关键的一个足复排球 中落点杀 往前 短兵前线机 反开过渡 批掉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分 叫李聪伟 通过他进攻他的手段变化是很多 今天这场球对于李宗伟来说也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 因为马来西亚自从1992年之后再也没有夺得任何羽毛球赛事的市井赛或者奥运会的冠军 他在单向赛当中两次奥运会和市井赛都冲击冠军失利 那在团体赛当中他其实像在马来西亚本土举行的那一届比赛 他曾经在对阵中国队的时候在第一场战胜过林丹 但是他身后的队友没有能够战胜强大的中国队 在过去李宗伟和马来西亚队整个冲击世界冠军的过程当中 还从来没有成功过在过去的22年时间里 李宗伟连得6分 正手点杀直线上网再铺一个直线 李宗伟连得6分 李宗伟也不希望这个比赛打到三局 在前半局他的体能下降 但是后半局 这一段的机会抓得非常好 田儿嫌疑在对方连追三分的时候 暂停了一下比赛 但是后来这个13到18分 这五分当中田儿嫌疑又没有想出任何办法 求建内将李宗伟获得了场点 连得10分20比15 田儿嫌疑之前输李宗伟输了15次 只赢了一次 在比赛当中的信心 两个人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头顶点杀对角 田儿嫌疑的这一拍下压 终于给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 李宗伟在过去这么多年 一直是世界上第二好的男单运动员 在面对除林丹以外 其他所有的对手的时候 他都表现出一种王者的霸气 但对于他过去的这 从08年到13年 五年的时间最大的遗憾 就是在面对林丹的时候 他没有能够表现出充足的信心和霸气 世界是一戒内 李宗伟头顶突击点下直线 拿下了最后一分 现在在第二局比赛 他是连得10分逆转田儿嫌疑 2比0 为马来西亚队夺得了今天团体赛的 第一场一单对抗的胜利 两人在职业生涯当中 都是第一次站在汤杯世界男子羽毛球 团体锦标赛决赛的赛场上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两个老对手也互相交换了一下球衣 无论胜负这场比赛 对于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来说 都是值得纪念的 对于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来说